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吃了羊肉就长羊脚,吃狗肉就长出狗尾巴的电影 小白是一个很爱吃肉的人 这天,他带着兄弟来到了一家羊肉店 不一会儿,一顿羊肉大餐就上桌了 第二天一早,小白像往常一样起床,刷牙,洗脸 瞧着镜子里的自己,真是英俊潇洒,意表人才 正在整理发型的他,手指突然被刮伤了 到公司,让他的好机友小胖看 看到他头上长出了一个小黑驼 小胖开玩笑说,可能是你太久不计女色,有些上火吧 小白对此表示,怎么可能嘛 结果就上个厕所的功夫 头上的小黑驼变成了一对尖尖的脚 可这怎么看都不对劲啊 于是小白到医院去检查 可是,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但总不能就让他这么长着 商量之后,决定把脚锯掉 锯完之后,小白顶着一头纱布就往公司赶 可是还没高兴多久,就看见周围人用惊奇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才发现,自己头上又冒出了那尖尖的脚 而且还更大了些 为了掩盖头上的那对脚,只能戴着帽子去上班 小白又想到,才追到的女生,现在这样肯定会失去她的 想到这里,小白的心都碎了 小胖看到自己朋友这样子,就领着小白来到了一家小道馆 就在两人见到大师时,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随着大师手一划,一位去世的老人就这么死而复活了 轮到小白,大师掐指一算,就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是由于小白的杀业太重,才使得变成现在这样 两人一回想,这不前几日刚吃了一只羊吗 原来因果循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犯了过错,终究会被上天惩罚 只是小白的惩罚比较奇葩一些 小白赶紧向大师讨求化解吃法 大师就说,要么给羊一天磕一千个头,磕上一百天 要么十年不济女色 可这两条路对于小白来说太难了 还不如头上长脚呢 大师就给了他一颗身腿瞪眼丸 让他去一家狗肉店 白开水服下之后,再吃一顿狗肉就化解了 小白二话不说就去办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起来,发现羊脚师妹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对更大的牛角 小白怒气冲冲的回到那家狗肉店 原来是店家贪便宜 因为狗肉更贵 所以替换成了较为便宜的牛肉 这下小白没辙了 只好又找到大师 求大师给他一次机会再来 大师却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 桌上的药罐不小心摔破了 急于恢复原样的小白 抓起一颗药丸就跑 为了避免又吃到假狗肉 小白居然对路边的小狗下了狠手 果然小白头上脚消失不见了 接着和女神来了一次浪漫的约会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然而一场大战过后 小白的屁股上长出一条尾巴 原因自不必说 影片结尾只剩下鞋子 衣服和若隐若现的脚印 或许身上背负了太多杀业的小白 已经变成了一只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本期我们讲到怪力乱城之角斗士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